在決定要不要再把這個比賽給終止 正道 走往臉方向 又高 又遠 再見 安打 在雨中 林坤定基拿到了比賽的勝利 逆轉勝 太戲劇化 而且這個球就跟斷了線的風陣一樣 因為就在我們轉播的後方 直接正面對決 趙冠榮在這兩天的狀況 其實不是那麼理想 在今天前三個打局繳了白卷 所以再見安打擊敗了海科運輸 結束了他們有可能三連霸的局面 在雨中 這個也不用撒香檳 整個檯面上 在觀眾席上的這些球員們 其實也在幫雲科奠基加油跟慶祝 在這個最後與世變大的同時 這個兩邊是 確實是兩樣情 這怎麼會有這麼戲劇的場面 這個恰當精采 這個老天爺爺這個幫忙 用這個方式來慶祝這個 雲科奠基的一個 最後一個逆轉勝 現在這轉眼間在內野 這已經是汪洋一片了 但是比賽也已經結束了 在戲劇性的六七局 雲科奠基連續兩年 向海科運輸挑戰 看起來好像在五局比賽 這個已經勝負一定了 但六局雲科 現在沒有放棄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講到 七局就是因為下雨的情況之下 所以贏球的這邊希望趕快結束 因為你不結束就會有變數發生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狀況 那最後價值球員 那應該不用說了 那絕對就是打出 再見安打的趙冠榮 因為在二三壘的這個 有局面的情況下 只要一居然打就可以拿回分數 更何況 他這次獲真價值 是今天 阿達利 咬的 最遠的一球 而且呢 他這個打出去就知道是歐把 而且在這個外野手防虛 就是因為 不想要最邊一分會跑回